曾经的他仅是一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 却受到毛主席赏识成为了一国副总理 在新中国危险之际 他挺身而出 敢于坚持真理 然而却在功成名就时 急流勇退 主动请辞 可就在他安详晚年时 却让秘书有些苦不堪言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陈永贵出生在山西西阳县石山村 他是跟着父亲逃难到大寨村的 在父亲的带领下 他学得一手种地的好本事 新中国成立后 陈永贵作为基层干部 参加过扫盲班 但认识的字始终有限 不过他所倡导的大寨精神 却吸引了中央的关注 还被提拔到了中央工作 根据陈永贵秘书的回忆 陈副总理虽然文化水平有限 但他党性强水平高 对待身旁人也是十分的和蔼可亲 从不占公价便宜 即便是收到过一些私人赠礼 他也会悉数上交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干部 为何却在退休后 对秘书大发雷霆呢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80年 陈永贵主动请辞副总理 只保留政治委员职位 中央考虑到他年纪大 长期从事体力劳动 身体不好 被让他留在北京休养 不过陈永贵也没闲着 反倒是到了一个北京郊区的农场 当顾问 过上了农民的生活 虽然已经远离政治中心 但陈永贵依旧关心国家大事 可当他看到外界对于大战精神的负面评价时 却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是一些人在看到陈永贵辞职后 便跟风似的 纷纷的批判大战模式 他对着属下罕见发火 大战怎么就成雷队了 此时的陈永贵一肚子委屈 不久后便将此事分享给了好友李先念 李先念知道陈永贵身体不好 便专门叮嘱秘书 以后这类材料就不要再送过去了 永贵身体不好 情绪不能太激动 虽然陈永贵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 但这并不耽误李先念等领导人与陈永贵的关系 大家也很欣赏陈永贵的性格 那么具体都发生过什么呢 陈永贵是如何为人处事的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64年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 有一头羹牛因为摔了一跤 骨头断了 没有办法再工作 众人便商议将它拉到市场上卖掉 从外表上看 这头牛并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就有人提议按照羹牛价格卖 但陈永贵却说 这头牛不能劳动 买回去不是落埋怨吗 我们不能欺骗其他兄弟生产队 就这样这头商牛以低价 卖给了做食品的商人 还有一次 大寨粮食丰收 但有些人家的家禽却经常跑出来 偷吃粮食 生产队干部苦恼不已 陈永贵则发出公告 再抓住就罚上交一斗玉米 为了警示大家 陈永贵还将自家的猪放了出来 在他担着干部检查时 有人说 书记家的猪就算了吧 但陈永贵却还是主动交了一斗玉米 从此再也没出现过 家禽家畜偷吃生产队粮食的事了 大寨的风貌也变得越来越好 成为了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1986年陈永贵因肺癌逝世 临终前他艰难地对妻子说道 我没给毛主席丢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